澳洲央行再次撒钱1000亿 股市和房地产的热血泡沫还能持续多久 大家好 我是麦克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每日财经点评中的热门话题部分 首先大家知道 在每个月第一周周二下午2点半 澳洲央行会宣布利澳元的利息 以及对于下个月澳洲经济的展望 那么在昨天的澳洲央行同样也发布了利率声明 依然跟大家预想的一样 澳元维持在现在历史最低的0.1% 澳洲央行也是宣布 在今年4月份结束最新一批的量化宽松政策之后 还会继续加码再实施1000亿规模的量化宽松 这1000亿用来干嘛呢 主要是购买澳洲联邦和州政府的国债和债券 换句话说 每周会有50亿资金 流通到澳洲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手里 这些钱将会被用于政府的补贴 以及在疫情之后大兴土木 维持经济繁荣和稳定的主要工具 那大家肯定要觉得这个从现在我们知道从疫情开始 澳洲利率是一降再降 目前是建国以来最低水平的0.1% 并且呢 澳洲央行说到除非是通货膨胀回到2%到3% 而且预计将会在至少至少2023年年下半年 也就是说从现在在未来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之内 利率都会不是在0.1%的超低超低水平 大家会问 这么低的利率是不是会导致一些资产泡沫 当然会导致资产泡沫 这个时候啊 傻子都知道 年化现在房贷成本只有2% 2%啊各位 光是上个月悉尼和墨尔本房价就上涨超过了2% 谁都知道 100万的贷款 我就算从现在拿三年成本也不过600块钱 但是今年明年和后年房地产的上涨大概率 虽然不能说是100%吧 至少九成以上 它是一定能超过年化2%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能够贷款的人 有贷款额度的人 都会把杠杆用到最大化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回报只要超过这个贷款成本2% 那就是赚钱 你杠杆拉得越大 贷款拉得越多 买房买得越多 这两年的回报就越大 当然我们知道了 不是每个人现在都能贷款 银行也不傻 这个时候知道疫情之后呢 实体经济是受到了比较大的阻碍 你想去贷 我也想贷一个亿啊 银行会批吗 当然不会批了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贷不到几十万几百万 但是手上有个三五万 也想乘上这辆快车 在未来两年之内 房地产那边有些收益 或者说其他市场上有些收益怎么办 那自然就会去考虑 我实体的房子买不了 没问题 房地产企业造房子的建筑公司 包括商业地产 这些的上市公司 他们的股价也就几块钱 几十块钱一股吧 对吧 我虽然自己没有个三五十万 但是三五万 我买买这些股票 那肯定是可以 这些公司也必将会受益于 未来两三年的地价上市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大家要想 除了这个房地产企业以外 谁受益会最大 在我看来 那就是银行 它是两头吃 两头赚钱 这边你要贷款 它赚你的利息 那边呢 你贷款之后 你的地气可都是压在银行手里 就像我之前说的 澳洲目前商业银行 四大商业银行 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地主 你在还款 还清你的贷款之前 所有的土地都是银行 你只是抵押在里面而已 所以在这个时候 地价上涨 对于银行来说 它手里的那些地气 资产价格会不断上涨 加上这边贷款的需求 越来越大 两头赚钱 两头铁 所以有的人说 去年疫情以来 实体银行不行了 传统银行要倒了 未来是数字银行的时代 是网络的时代 简直是放屁 大家说 你说怎么那么粗俗 我不粗俗 你听得懂吗 我说的高雅的 你听得懂吗 你听得近吗 你听不近的 我只有说的粗俗 你才能听得进去 我就明确地告诉你 未来可能二十年之后 也许可能仿佛 数字银行会占据主导 但是从现在到两年 三年这段时间 别说什么数字银行 就算是小的传统银行 也打不过传统的 那四家大的商业银行 为什么呢 资产在谁手里 谁就有话语权 数字银行有多少资产 几个亿 十几个亿 撑死了 那大量的商业用地 和民用用地的地契 和资产 是压在谁的手里 当然 当然还是那些传统的 老的那些 所以 二十年的事 我们二十年之后再说 未来两年 我个人非常坚定地认为 依然是传统商业银行的天下 大家不信 我们六个月 十二个月之后来看 感谢您收看 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